武松伐佩走到飞云浦 上了桥来到核心的时候 走在前面那个落江突然一挥身 手中把刀一亮 告诉武松 你呀 这个案子就在这儿结了 我们临行之时张都坚曾经嘱咐我们 让我们把你结过于此地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呀 武松 今天在这儿就要你的命了 武松一看到这种情况 万万没有想到张都坚这是给他设立一条毒计呀 其实啊 这落江是跟他身后边那个饮得水 俩人合计好的 他在前边吸引武松的注意力 后边那饮得水好下手 饮得水那个刀已经出了窍了 落江的下意识地望武松的身后一看着饮得水 武松带着长架 从那落江的目光里边就感觉出来了 可能后边这个人对我要下毒手 就在这个时候 饮得水双手一合这口刀照着武松的后心 这一刀他就扎过来 武松虽然是相代昌家 但是那是武术大架呀 身前身后有什么动静他都知道 他感觉到背后的刀 办成一扎的功夫 武松往旁边一侧身子 被刀了 犹打身后这就扎空了 这一扎空了 武松抬起一腿 一腿 正兜得肩膀在这 这一腿就兜得 大 饮得水掉河里了 这人那个姓跟那名也好 饮得水吗 这一下掉河里不就饮得水去了 呼通掉到河里之后 前面这个落江就傻了 落江一个 落江心想饮得水 你他妈的真废物 你在后边捅他这刀都捅不上 暗算无常死不之 你怎么暗算都不会暗算 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等你了 我干脆我剁武松了 他一百刀罩着武松的脑子 一刀就劈一下 武松这一回完了饮得水 踢到下路之后 一转身 一根对过这刀劈过来 武松带着七斤半的团头长家 他们这个家旺盛一抬 拿这个家那么一躺 前面这刀正好剁到这个两块家当店和缝 咔了一下 把这家给剁劈了 随着剁劈了之后 武松一抬腿 这一脚直奔的小肚子就一脚 正踢到这个部位 大肠跟小肠交接的地方 这一条梯上 这个洛江当时的刀就出了手了 他俩手异不肚子 哎呦 他往这个桥前面上一蹲 武松这家一看 他的刀多那上边 他一撒手刀 在这家上夹着他 这家已经堕裂了 武松两脑一脚尽 这面家就给掰开了 武松掰开这面家之后 罩着面前蹲人落江里脑袋 右手这身家板子 就拍这了 这一下子不但是人猛了 还掉河里了 以前以后两个戒指都下去了 这两个戒指都下去 武松这家板 他也觉得之后 这刀就掉在桥上了 武松呢 没捡的刀 就拿着两肾长架 一回身 本来后边跟这俩 鬼头蟹跟黄善瑜 也是做好的准备 他们两个要不行的话 他们两个就往上上 可是这鬼头蟹 一手拿着水火棍 一手亮着单刀 一看武松把那家板子掰开了 一转身看见他了 这小就一哆嗦 他这一哆嗦 身后不是那黄善瑜 那黄善瑜在快活林酒店跟武松交过手 他眼睁睁的瞅着武松 把他那些个师兄弟打得东倒西歪 是里出外境 黄善瑜那是武松手底下 咬扮着鸩唇斗败的鸡呀 本来往桥走的时候 这黄善瑜走的这个速度就不快 他还在最后 为什么 他随时准备及时撤退 黄善瑜一看前面 那刀没捅向 那个下蹲进来 那个也掉合理 那个也掉合理了 武松把那家掰开了 就这功夫 黄善瑜一转 顺元道 他跑下去了 这鬼头蟹按说还有点勇气 听身后边黄善瑜蹬蹬蹬的脚步一响 回头一响 他马上你跑了 你跑我不会跑啊 他一转身他也往下跑 他往下这一跑 武松手摆着这一队长驾 哪里走 随后武松又追过来 武松这一追追下瞧来 到了大道上 到了大道上 这两人一块往前跑 黄善瑜一边跑一边回头 我说咱俩跑不过他 他个儿高腿长啊 非把咱俩追上不可 干脆咱俩双战仪能不能收拾他 黄善瑜说这话呀 这鬼头蟹心里头他没底 他不知道武松究竟多大本事 黄善瑜知道 黄善瑜一说这句话 这鬼头蟹一琢磨也对呀 我们两个还打不了他一个吗 而且他拿的是那木头夹 我们手中拿的是单刀 还有水火棍呢 好那咱俩对付他一个 这水火棍跟这单刀有点害事 扔一下啊 好嘞光 把那水火棍扔了 两人同时一转身 把单刀一端 站在了武松的面前 这一个 这一个 武松手中把一对长将 一合看了他们两个 你们两个想跑吗 嗯 今天你们都是在数难逃 鬼头蟹不得刀一晃 小子 我告诉你 你是一个人 我们是俩人 你是那家 我们可是两把刀 你琢磨了能不能胜得了我们 你过来 我过去 我过去 你现在我不敢过去 呃 呃 呃 砍刀 他为什么还出这动静 这是自我鼓励呢 他心本来就有点虚 他就合起这打虎的 这小子够厉害的 我能不能赢了 他不得扎乎着点 刮这刀 往前面一扎 武松拿这种家 哗往一干 这个家盖在这刀背上 啪的一下子 他这个刀 哗到这样 这小子一到步的时候 再看武松 跟上前一步 呜 一夹斜着就劈下来 斜着劈下来 这鬼头谢心里想啊 黄善于啊 这工你得在那边上去 给他一刀啊 你给他一刀 他往回头一忙活你 我不就又往前进攻了吗 可是他拿眼角往后一扫 发现那黄善于啊 跑了 怎么回事 黄善于那已经从心里上 完全输给武松了 黄善于刚才出了个主意啊 完全是要让鬼头谢 吸引住武松 他好便于逃跑 他根本就没想打 黄善于心想我还打 我们俩 四个都不是武松的个儿啊 嘿哟兄弟 你把他吸引住了 哥哥谢谢你 我走了 他这 他这一跑 这鬼头谢一看 好小子 黄善于你不是东西 他喊了声不是东西 这工武松 这一家没打 他横着一拍他 这小子往那边一躲身 手中把那刀一合 看刀 武松望再过又一盖 他这个刀 他那个刀 唐的一下子碰到家上 唐的一下子 这刀就出了手了 这小子就 手里没有兵器了 他还嚷 武松望先 一赶步这家摆 这双月望先砸 七斤半的团头家 铁叶子是包扎 这望先一砸 正好拿铁叶子砸到这 颅骨塌陷 鬼头谢 舅舅就趴那了 鬼头谢这一趴那之后 武松把你长家一摆 随后就碾着黄扇鱼 黄扇鱼满以为 鬼头谢能跟武松 打几个回合 要能打几个回合 他跑的这个距离 就远一点 万没有想到 一伸手三下五除二 那个就趴下了 就完了 这黄扇鱼一边跑着 一边回头瞧 一看到武松 第一个家又追他来 黄扇鱼心情坏了 哎呀我的妈呀 老天爷保佑啊 让我跑的快点 平常我要练练长跑 就好了 怎么到这中的腿脚 那么不给屎 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 一看武松 跟他那距离是越来越近 眼瞅着那是跑不了了 黄扇鱼心想 与其我跑 还不如我来软的 我求求他得了 黄扇鱼突然一转身 躺忙把刀就扔了 咕噔就跪地下 吴二爷 吴二爷 你劳命冰劳命 这也不怪我呀 都是他们撺动我来的 我实在是不想来呀 我师父讲门神 让我到这来 让我帮他出出主意 没让我帮他抓你 像兔爷岛队一样 一个就是跟武松点作医 武松来到这黄扇鱼的跟前 这又是常家 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黄 我叫黄扇鱼 外号那是外号 我有了本名 本名都想不起来了 我说武二爷 我跟你说 这个事关键就是那个张都坚 还有告诉我师父讲门神 那个张都坚 这不是张都坚 张蒙芳 这个张蒙芳 这个小子不是东西 他是生心要害你 他要害你 把我派出来了 你说我 我是个当奴才的 我敢背抗主席的命令吗 姓黄大 我跟你无冤不仇 你却出出一家害于我 如果在飞云谱那桥上 我武松要被他们一刀劈死了 你不就回去勤工去了吗 哎呦我二爷 他这个话虽这么说呀 但是从我本心眼里边 我不想要害您的 我跟你说 我家里边有八十多岁老爹 七十多岁老娘 我的妻子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 我要是一死的话 我们居家老小 那就是家伙人亡了 哎呦 金伯尔爷 你行早起留 张蒙芳 张独尖派你能听他的话 那你就有意加害于我 今天是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你说你家里边有八十多岁老爹 七十多岁老娘 是真是假 善可怜可之间 今天我武松对你又不公了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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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下子 家伙人 斜着砍下 当时就倒了 武松以猫腰 把那个刀剪下来 一刀砍下人头转身 往回走 一看那鬼头蟹 已经是死实在了 一点气都没有了 武松来到他跟前 罩他千兄 又扎一刀 他往河边溜达 他想检验一下 看看那两个棺柴死了没死 武松正往河边溜达的功夫 可真没有想到 尤达那河水里边 在岸边爬上一个人的 谁呀 就是那个尹德水 这个尹德水 咱说武松不是一脚 把他踢下去了吗 这一脚踢在这儿 他是刀也出了手了 人也掉到河里 但是这个尹德水 他会附水 掉到河里之后 他这个绑子 觉得有点不好使 为什么让武松这一脚 把这大绑子轴给踢下来 这个手不好使 但是一个手挠着 他还没沉 这小子在水里边 扑愣扑愣扑愣扑着远处 一漏脑袋 瞧着打这么热闹 武松又下了桥了 往远处追人去了 他现在武松这回跑了 我得上去了 他挠着挠着自个儿 在岸边爬上来 尹德水爬上来 搭着一个胳膊 刚爬上来 定睛一看 武松有远处又回来了 这公车一看 武松 孤东他就跪着了 他望着一跪 武松来着跟前一看 好啊 你还活着上 看着 一刀扎进前胸 这尹德水在里一瞬间 心里还和几个事 造成这样 我刚才不上了 好了 就死在水里 还痛快点 孤东死尸倒在了岸边 武松踢着刀 沿着岸边找 找那个洛江 看看他到底是死了没死 洛江是真灌死 洛江因为他一落水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这个尸体呢 在这个河道的拐弯处 在一个灌木丛那挡住了 武松一看 那尸体是洛江的尸体 武松彻步一转身 来到飞云浦的桥头 他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一看 此时刻太阳已经压山 残阳落日 一抹暮云 西天是整个的一片红色 反映在这飞云浦桥下的河水上 层层的河水 鱼鳞状流向东方 那个晚霞映到河面上 就好像一河的雪水一样 往东边流淌 两岸 山丘上 秘密的松林 呈深淡色 有几只乌鸦 在树林子里边 飞上飞下 哇哇之叫 武松看着这一切 武松心中在想 慢说 我此时刻 可以逃走了 压解我的戒差 害我的人都被我杀了 可是他们毕竟是要害我的爪牙呀 张独尖 张文芳 这个人面兽心的豺狼 万万没有想到 他长了一张菩萨的面庞 却是蛇蝎的心肠 我如果不杀了张文芳 这个人 将来他还会有加害于人 不知道多少人 看不透他的本色 受他的陷害 报仇 我得回去 回孟州 回他的独间府 我一定要把张文芳杀死 我把蒋文神也得杀死 蒋文神二次夺回了快活林 我让他永远再夺不了快活林 对 想到这里 武松就把这个刀在手中拿着 把那刀鞘捡起来 还刀入鞘 把这刀包泪下一块 武松一转身 顺一弯路 又走回来 这个路程并不太远 当武松走到孟州城的城门 这个地方的时候 孟州城刚要关城门 你看就那么寸就那么巧 武松进了城门之后 这城门就关了 这个时候 十月份的天气 长五月短十月 天他都已经黑了 武松进城的时候 别人看不清他 因为他身上带有血迹 这是白天就不好办 武松进了城之后 就先来到张都监 那个都监府的府门这 他没有急着往里走 武松先观察了一下地形 看了这个都监府左右的胡同 然后又绕到都监府的后花园的脚门 一看后花园那个脚门 武松拿手轻轻一推 这个脚门还没插 虚眼着呢 武松心想 我不能过早的进去 我得沉一会儿再进去 武松就在那都监府周围 转了来转了去 忽然听见桥楼上 钢帮一钉 武松提三刀 才一入都监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